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山在黑龙江 我家在河山 河北 江山 我从上海到北京 只要五个小时 就是快坐高铁的话 但是我从北京到家 只有一趟车 我要坐十个小时 我应该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一个月前 我买票就是还没有体验太长时间 底下到四五天 30天 再前回家 因为我好多年没回家 春天我好多年没回家 开心吗 过年了吗 我好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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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各个姐姐和各个嫂嫂 回家过年了 所以今年呢 我打算自己一个在北京 今年呢 还挣的钱不够 能够去挣到自己的人民币 更好的回去 是吗 因为可能中途要加班的原因 然后中途要加三年班 然后节后呢又放四点 所以就 时间上来不及了 因为我也有很多的朋友 这个样子在这边 所以说过年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一起聚一聚啊 这个样子 机也蛮开心的 然后因为中国人过春节的话 就比较喜欢就是说 在家 然后过年嘛 在家一块儿看看电视啊 看看春节晚会啊 然后几个朋友 然后一起聚一聚啊 其实也挺热闹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平时也可以跟父母 看看视频啊 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呢 是中国的一个很传统 最大的结论 我觉得呢 这样呢 北京没有能够 是一件好事 说明大家都比较失恋互相 爱家 爱这个国家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